空间中两点 A点座标111 B点座标421 下列哪些选项到直线AB的距离小于或等于1 第一个选项 C点座标112 好那这个点座标跟A点座标 做比较我们会发现到说 他们的XY座标都一样 那Z座标相差1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A4线段长等于1 好那接着我们来说明一下 讲解后面所写到的这个结论 好我们可以先设定说两个状况 好对于直线AB而言 如果A点刚好是C点 对直线AB的投影点的话 那AC线段长就可以代表是C点到AB直线的距离 但是如果A点它不是投影点的话 那就会发生像这样的关系 这个时候AC线段长会大于C点到直线AB的距离 所以就可以得到后面这个结论 好 C点到AB直线的距离会小于或等于AC线段 好那所以这边其实我们不用去检验说 到底A点是不是C的投影点 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个结论 所以这样子可以知道说 第一个选项是正确的 那后面两个选项也会有类似的说明方式 第一选项中我们看到的是直线干嘛1 它的方程式是X等于1加3T Y等于2加T Z等于1 好那在这个直线方式中 我们可以发现到说 如果今天我们令T等于0的时候 好可以得到一个点坐标叫121 好所以我们取这个点为珠点121 那这个点跟A点坐标 我们就看到说他们的X跟Z坐标是相等的 Y坐标相差1 所以这两个点的距离也会是1 所以这边就会有个类似像A选项的结论 好所以可以知道说第二个选项也是正确的 好那第三个选项 直线干嘛2方程式是2分之X减3 等于3分之Y减2 等于4分之Z减1 好那在这条直线上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条直线会通过一个定点321 那这个点坐标跟B点坐标讲的很像 他们的YZ坐标都一样 X坐标相差1 所以我们令321这个点坐标为1点 好那B到1的距离是1 好所以就可以得到跟第一个选项一样的结论 好所以可以知道说第三个选项也是正确的 好那第四个选项平面难打1是Z等于0 好那这个选项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判断说 因为A点到这个平面的距离 好我们就是看Z坐标 所以可以知道说距离等于1 那B点到这个平面的距离 也是看Z坐标 距离也是1 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AB两点到平面难打1的距离都是1 所以直线AB就会平行平面难打1 而且我们还可以知道说它的距离就是1 所以第四个选项也是正确的 好最后第五个选项 平面难打2等于X减3Y等于2 好那这个选项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去计算A点到平面的距离 还有B点到平面的距离 然后会发现到说 它刚好这两个点的距离都是相等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直线AB就会平行这个平面 然后它的距离能就会是我们刚刚所算出来的 跟它有四分之四 好那这个距离是大于1的 所以可以知道说第五个选项是错的 所以正确选项选的是1 2 3 4 都看到这里了还不加入龙腾高中生吗 快扫描QR Code 或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 加入龙腾高中生 获取更多升学相关资讯